你好 我是小燕 电子钱包公司在这个农历新年期间 推出了抢电子红包的新功能 这让不少用户在年初一开始便忙着抢红包 与亲友玩得不亦乐乎 不过该公司也促请用户 在分享和接收电子红包时 必须要保持警惕 以防掉入诈骗集团扑下的陷阱 一处继统电子钱包公司 Touch & Go e-wallet 在踏入农历新年便推出抢电子红包新功能 许多用户与亲友玩得不亦乐乎 而年轻人在互相拜访的同时 更是多了一个共同话题 甚至有人感觉自己因此玩上瘾 无论如何 一处继统电子钱包公司在脸书专业呼吁用户 在分享和接受电子红包的时候 需要再三检查对方和自己的账户是否受认证 以确保账户是有效的 同时不要随意点击陌生人传来的电子红包链接 以防诈骗集团盯上 该公司也不忘提醒用户 为了安全起见 在分享电子红包前 可以先通知对方将传送电子红包 而对方抢到电子红包后 则可以告知 用户必须注意电子红包链接功能 只有在Touch & Go应用程序中 并不会出现在任何网站 因此用户在忙着抢电子红包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随意点击陌生人传送的链接 免得红包抢不成 钱财却被诈骗分子抢光光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报道 请留守TFM陪伴之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